知识付费是互联网下半场的一个核心 今日头条为知识付费下半场的通行证准备了两年时间 就在前天的时候 红货也接到了知识付费的内册的连接 什么意思呢 就邀请一些具有价值的这些原创自媒体人进行一个内册 今日头条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要颠覆得到和喜马拉雅凡登这些知识付费平台了 为什么能够颠覆他们 我们来细细分析今日头条 它的布局 它的系统和它的优势所在吧 首先一点 今日头条一定会进入知识付费这个领域 因为社交化商业如果没有知识付费这个平台 那么你这个社交化商业就不具备一个品牌老大哥的这样一个标签 这样一个影响力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社交一定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 如果你这个价值没有进行付费 那你这还有价值吗 打个比方吧 说你们喜欢听红贺的短视频 这是粉丝和网友 很多都到此一游吧 但真的有一天 你听了红贺100条短视频 你认为有价值了 那么你不愿意支付这个价值 那么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红贺讲的不行 对吧 再说多也没有任何道理 就是不行 这是一个问题吧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人群不行 说要么是红贺不行 要么是人群不行 显然了 今日头条不想让这两件事情都发生 所以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在内测的时候会做好一件事情 他会要求所有所有的什么呢 今日头条的原创的作者 然后进行分类 说你是三农的 你是那个美食的 你是美妆的 你是创业的 你是运营的 好了 在分类的过程当中 也要进行让你来测试 比如说红贺有700多条短视频 那你能不能所有的短视频都要收费 都要付费呢 不能 所以他要形成一个什么呢 叫砖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放到这个付费砖栏里 大家都可以免费看 今天红贺讲一个鸡汤 讲一个新的一个内容 讲的一个新的形式 大家都可以知道 只不过通过红贺的嘴来讲出来了 这个我就不可能放到付费砖栏里 但如果红贺要讲一个内幕的 讲一个自己失败的教训呢 自己的总结 甚至是自己正在干的项目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机密性的一个营销呢 那我就要放到这个砖栏里 那这个砖栏里就要付费 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是什么 是拥有了社交化分类和系统 因为这个社交化分类和系统 包含了悟空问答 很多人看到了我了 这个人了解了 西瓜短视频又看到了我的视频 了解了 你看文字声音都了解了吧 微头条也了解了 直播呢 可能我也做 又加深了印识 所以这个付费的过程是随到渠成的 是人的一个选择 我愿意吗 红贺 我给你打赏也愿意 这个付费我也愿意 但是大家想一想 凡能读书会 西瓜西马拉雅 还有得到 他们具不具备 他不具备的 我们为什么要下载得到 为什么要下载凡能读书会 为什么要在喜马拉雅上进行付费 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一个广告 宣传片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逻辑思维 罗胖老师的那个价值 我们相信了他 这还是基于人的呀 但是他的背后呢 没有系统了 红贺的背后呢 有系统 这就是一个区别 并不是说平台当中 所有原创自媒体人 都会超过这个逻辑思维 都会超过梵登老师 不是这样的 都会超过喜马拉雅当中那些企业家 那些讲师 不是的 但是这些人在这个平台上 没有系统了 他都是靠自己的人格魅力 说我牛 你听我这东西能够得到啥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讲的口好了呢 你相信了 那可能就意味着广告 他不是社交 但是今天我们要在今日头条上来做 他就是一种社交行为 因为他是全方面 立体化来给你推荐 你选择相信了这个人之后 你才选择了什么付费 而付费当中也有什么免费的 就这个人也有免费的 这个付费只是这个专栏付费 还有对专栏付费进行什么呢 进行评估 如果你这个自媒体人 你这个原创付费的人 你这个专栏 你开设了 有很多很多人 他不喜欢你 他会点个什么呢 减少观看吧 因为下面都有一个什么人工的按钮吧 说你不喜欢我 你就会减少对我的观看吧 甚至是拉黑我 当这一系列一系列的事情出现的事情 后台就会有一个记录 大家不喜欢红栏 那红栏还做着什么呢 钻来收费的 那不行 我得降级 当有10级降到0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取消了 他说你啊 就不配有这个资格了 你就还得重新来开始 再申请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更加人性化 更加智能化 更加系统化 更加平台化 他等于一个什么呢 社交化智能价值 社交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是今日头条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且不仅是我们这些原创自媒体人支持 所有所有的粉丝都会支持 因为什么呢 免费吃自助餐呢 可以啊 大家好玩了吧 是不是 点赞了吧 你们开心了吧 我们也开心啊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的这部分内容 就让大家开心的呀 是不是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了吧 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什么 是因为粉丝和网友 就是想要一些不开心的一些东西 要一些价值的东西 要一些教训的东西 是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讲的过程当时也付出了 比如说我看了10本书 我才总结出了一句话 我干了10年的东西 我才总结出了这一个路 那么我们在他分享的过程当中 对自媒体也是一种犒劳啊 这种加上这种犒劳才是真正的 建立了这种付费关系之后 你们才是真正的什么 铁杆啊 这种关系就相当于什么 百万粉丝当中就洗出来100个人 那你们才是哥们 才是真情实义的 很多人说假话的 老师你可好了呢 他都不给你点个赞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这种浪费 今日头条 目前为止正在做 我说的这些事情 他会什么呢 他会带来两个好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 他会把微博上的 这个知乎上的 百家上的很多很多有价值的人啊 大明星啊 甚至QQ空间上的那些 有价值的上亿粉丝的明星 带过来 带进来 他们一来 他们就自带粉丝了吗 这个平台也就是什么呢 更加风实了和航厚了 还有一种是 让粉丝来选 有很多粉丝 今时头条 你就是扯淡的 哎 有不扯淡的 有免费领基蛋的 也有什么呢 也有真正的分享价值的 是不是 就看你来选嘛 这一下就分成了什么 分成了90%的什么 普通阅读人群 你就玩嘛 是吧 也不影响你嘛 10%的经营人群 哎 他也不浪费 他也不会转 这个平台 没有价值 这才是我们未来核心的所在呀 我只使今日头条 因为今日头条会越来越好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未来互联网下班场 为价值支付啊 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看的呢 谢谢